戴维德博士夫妇一行 今天接受了在我国五天的访问 在清晨五点半钟 搭击于台台北前往汉城 虽然他们离法的时间是在清晨 但是国策会主任委员吴大游博士等 还是前往松山去用一场送集 戴维德博士一行在我国访问期间 曾经办会了袁府总统等政府官员 并且也曾经和我国学术界人士 就科学技术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戴维德博士说 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 英国还会继续加强 他们特别对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中的 头四年的成果最佳赞扬 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中的 词七十年 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中的